哇,在巴基斯坦居然能够看到西豆粉 真的是大跌眼镜 这个小米达居然在巴基斯坦也能买到 因为这个是家乡的味道 吃起来特别的有情怀,特别的感动 人在异国他乡吃到家乡的味道 大家好,我是老周 我现在在巴基斯坦的首都 然后我现在是在一个华人开的house 一个酒店这里 我为什么今天会录制其视频 因为这个house的主人是我老乡 一个地方都是云南德宏人 哇操,我真的是太惊叹了 然后今天他邀请我来他家这里吃饭 专门做了一个地道的家乡菜给我吃 一下子勾起了货 他这个私乡的情节 我这个老乡,她是个女孩子 她来这里来了三年了 来了就租了这么大一个房子 她这个房子反正是不便宜租金 然后进门以后这个是两层的 因为他以前在我们云南是做茶的 所以他这里放了很多很多茶 一层的房间 一,二,三,四,四个客房 然后还有一个是员工的房间 还有一个是厨房 然后二楼这里也是一个会客厅 然后这里有一个房间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他这里二楼可以有好多房间 他这个酒店啊能住三十个人 然后因为他们这种收费是按人头收费的 一个人是三十美金就经常住嘛 比如说你要回国啊 你回国之前你就必须再找一个这种华人的酒店 然后隔离正名 隔离十四天你才可以做回国的航班 我们的老板娘在炸这个肠子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肠子啊 香喷喷的 我们现在正在做我们家乡菜剥手米线 然后还有炒白花 你看这个巴基斯坦大哥剪花的时候啊 特别的秀气 这个是我们巴基斯坦的厨师 这个是我们家乡特殊的材料啊 西豆粉 哇在巴基斯坦居然能够看到西豆粉 真的是大跌眼镜 非常的感动 我们这个巴基斯坦的厨师在给我们剪米线 哇这个是西米线 炒饭 牛肉 贴贴贴 然后再剁剁剁 一直要把这个牛肉剁得很碎很碎啊 真的我特别佩服这个巴基斯坦厨师啊 因为这把刀真的是太难用了 只要能用这把刀 把这个牛肉剁得这么碎 真的是挺厉害的 然后这个锅手米线的离婚就是这个西豆粉 我跟老乡老板娘现在把这个西豆粉倒进牛肉里面啊 倒进这个刚刚剁出来的牛肉里面 精心搅拌 然后再放小米辣 这个小米辣既然在巴基斯坦也能买到啊 吓到我了 然后再放这个是我们那边的盐碎子啊 从老家带过来的盐碎子 还有盐碎各种香菜啊 还在我都流口水了 然后再放一点大蒜 大蒜末 喜欢吃酸味一点的可以加点柠檬啊 加点柠檬的话 吃起来特别是过瘾 然后再把刚才我们这个大冲桶冲的那些冲菜啊 什么鱼心菜啊 辣椒啊 姜啊 蒜泥啊 倒进去啊 这个都是 冰婚 我们的这位老板娘非常讲究卫生啊 他是带着皮丝性手套的 然后再把它拌拌拌 把刚才这些东西全部把它拌入 原意啊 好了 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啊 这个是阿昌图的过手米线 今天在巴基斯坦 已经把我出来以后 吃到最好吃的饭 又重新刷了一个封顶了啊 我们家乡的这个过手米线吃法也特别简单啊 加一点米线 加一点这个生菜 然后再挤一点这个 这个它的料啊 然后把它拌一下就可以吃了 因为这个是家乡的味道啊 吃起来特别的有情怀 特别的感动啊 人在异国他乡吃到家乡的味道 我们来采访一下这个华人宾馆的老板娘啊 她是我们家乡的歹族 少数民族 德宏的歹族 老板娘你来这边几年了 来巴基斯坦 快三年了 十月份就满三年了 哇 你现在是多大的年纪 我现在28 29 哇28 29来巴基斯坦开 宾馆开了三年 真的是特别的佩服啊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能够让你就跑来海外 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拼 就很简单 就是在国内混不下去了 过来外面看一下嘛 就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哇这个老板娘真的是特别的幽默 特别会开玩笑啊 他说他混不下去才来这里开 我觉得真的可能是想出来闯一闯这种决心啊 非常了不起 给你点个赞 来我们碰个杯吧 今天和我们老乡 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开心啊 希望大家在国外生意兴隆 身体健康啊 刚在老乡家这里吃完饭啊 挺感动的 一个女孩子 跑这么远来开 house这么大一间房啊 其实还是挺挣钱的啊 说实话啊 不然的话也也开不了这么久 然后他这栋房子呢 在他租以前是一个日本人 在这里开幼儿园的开了十几年啊 可能也是最近不太景气 就开不下去 然后就转让出来 于是就被他找到了啊 他就在这里做的风生水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女孩 佩服他啊